总和起来来请教一下建老师 就是刚才提到的 美国即使它内忧外患热战不断 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内忧啊 也是不断的情况之下 还在考虑着布局印太 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呢继上周三 看到上周三艘的美国航母 齐聚到了半岛海域之后呢 在四号的时候 这个是共同社的消息人士呢就指出说 说美军和日本的自卫队 他们从一号开始 就在展开联合的这种指挥 然后呢去用电脑模拟演习 这个演习的名字叫历任 而这一次的演习呢 是第一次将中国大陆列为了假想敌 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演习 还预计要在明年来举行实际的演习 说是要来验证计划的效果 而且最近呢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 他去美国采访的时候 就提到过 他说呢 俄罗斯是目前最迫切的敌人 但中国才是最长期和最严重的挑战 就在对就是对应啊 斯特尔滕贝格的这番话的时候呢 传统基军会甚至是呼吁说 让北约去提高自身的国防预算 让他们承担更多的去援助乌克兰 或者是威慑俄罗斯的责任 好让美国能够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还有力量 专注在应对北京的威胁上 所以杰老师您如何来观察美国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还要布局印太呢 对啊 这从美国的角度上 他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啊 美国的利益很多就是他的霸权 独抢啊 军事独抢啊 美元独抢 经济独抢 科技独抢啊 对所以他在这种独抢之下 他他有很多利益都是因为这些独抢造成啊 那如果独抢没有的话 这些很多利益就就就就没有啊 对不对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能够威胁美国独抢利益就是中国啊 因为中国大陆 中国现在GDP是17到18兆嘛 美国就是24兆嘛 那如果照这个目前的发展趋势下来的话 大概10年 中国就最大经济 地大最大经济体啊 第二就科技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关键科技都领先啊 对甚至这个航太啊 这个尤其太空啊 在这个太空 美国很担心的太空的这个武装的问题 中国大陆可能未来就是唯一有一个太空战的国家 那太空的这种各种的实验计划 都照计划在走啊 那另外的话就中国大陆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啊 工业制造制造的能力啊 那都是处处在禁闭美国啊 那其实说实话 有人说美国没什么了不起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有钱 也没错 美国就是有钱 对啊 有钱他建造了全世界最强的军队 他把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都吸引 过去对不对 大陆你看这个 这个清华北大在美国也不少人吧 对啊 那以前早年在台湾 台湾一流大学毕业生10个有9个都留在美国啊 都替美国效命啊对不对 如果有什么他有钱嘛 对所以美国事实上他很多优势 会被挑战的就是只有中国可以挑战 最大问题的中国有一套独特自己的价值体系 一套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跟价值体系就变成一个判断 一个是非公道的一个 一个哲学基础 美国现在天天批评别人 他就靠他这一套是非公道的哲学体系啊 所以他永远都是亡师啊 在欺负别人 他对他自己人还有很多别人啊 他代表正义 对不对 那这些部分的话 等他有一天没有这个力量做基础的时候 他怎么说人家都不听啊 人家要开始来清算说 你那哥伦布什么叫发射新大陆 那哥伦布到了美洲以后 造成美洲原住民大量的被灭绝啊 对不对 然后你说你什么你什么替天行道的 啊你是什么文明开化的 最后人家就说你通通会被历史会被改写啊 我们没有经过他 我们没有他那个历史背景 那从西方人的历史背景来讲的话 他很多他很他很怕这个被翻案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啦 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斯托登伯格 这个瑞典人老是跟着美国一个吊子舱 他们是一个文化一个种族 一个所谓的一个群体嘛 那共同利益 这个利益是看得很远的 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因为长期的这个 就是说国家衰落了都不振了 那现在这些年才站起来 然后呢而且是真的站起来 所以就是说会觉得哎怎么搞的 这些西方人就是我也没惹他 我什么老是以我根据 这没办法的 这就是这就是不同的文明 我们的理解方式跟他们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中国人就是以前有一句古话 君子无罪怀必其罪 你本身你就没罪 可是问题你 你的怀里踹了一块翡翠对不对 那你就变成大家寄予的目标 跟怎么样嫉妒或者打击或者打劫的目标 所以就看你的物质力量了 中国物质力量这么强之下 想要跟很多国家和平相处好好来谈 没那么简单 我跟你讲这个美国美国在他好 一席上存绝对不会让中国好过的 就回到刚才介老师不是说了一番话吗 你的存在就惹到我了 你的存在就是我要打击的目标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 稍微补充一下 刚才说介老师说美国慌 美国看到中国截取慌 那美国最近看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在一起 他更慌 所以我想请介老师来分析一下 川普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他可能会用一个所谓的个人关系来打破这个僵局 比如说他说他跟普京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介老师您如何来观察 如果真的川普回国了 成为了美国总统 那么俄罗斯会再次的离开中国 回到美国的怀抱吗 这个世界的格局会发生改变吗 这次比较难 因为这次真的要回去是比较难 俄罗斯这一次是受了深刻的教训 他大概是西方联手来打击他最重的一次 把他的海外财产冻结了 然后全方位包括经济对他的孤立 然后乌克兰的事情管到这种程度 想要和谈 美国跟欧盟到现在都不准 乌克兰跟他和谈 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这已经变成就是说 有一点就是说 整个西方集体来对事发负民族的一种 一种彻底的毁灭的做法了 所以我觉得拜登能够做出多少 让古丁能够忘却他这场噩梦的 还有整个俄罗斯民族这场噩梦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不是三五年之间可以解决了 可能也未来二三十年 我想俄罗斯受的教训这次是非常深重的 而且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个悲剧嘛 就说他们跟乌克兰人其实是同一民族 对啊 搞成今天这个局面 那辛酬救恨又出来了 又要想起当初波兰人跟立陶宛那个公国 怎么分化他们这个 同一家人 然后纳粹怎么样搞他们 然后二四大战以后又如何如何 我想这个就是辛酬救恨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消弭的啦 而且我认为川普也不可能 就是说他一上来就叫乌克兰就停战了 因为这个佩斯托夫啊 他当时就是格雷姆公共发言人 接着就问他说 哎川普说他上任第二天就可以把你们这个战争解决 佩斯托夫说他说 没那事 他说战争是很 他说战争是很复杂的 可怕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嗯